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週邊預購的最後一天 但是呢 今天過後我才開始要跑各種的委託內容 所以你還在猶豫的就趕緊可以下單喔 那在我正式下單之前 到賣場關閉之前 反正假如是那個賣場點的到了 都還有機會買到 當然你不排除為自己會吃掉一些部分的庫存 然後之後可以用來做活動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要錯過的話 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那有你的支持 就可以讓我的頻道繼續運作下去囉 那我們共產時間結束 我們這次來看比賽吧 加油加油 這樣就是復仇者內戰了嗎 復仇者內戰 對 然後看到底是誰賽了 我們光是起手就是要來平賽的過程 是啊 啊宅火莫德 喔這個有點賽啊 呵呵 哎呦宅火莫德兩三是什麼意思啊 然後還重返著咒絕是什麼概念啊 他要壓好了嗎 他要拉拉拉拉拉了嗎 真的無難 真的無難 呵呵呵 哇 你看我們龜達運勢非常之好啊 一定是因為他說他要早退 對這裡雞早槍頭也是一樣就是抽疊弟師 因為剛剛看過他就有那張牌 然後雙方都是選擇有衛星氣對體的 這裡又可以再抽一張災禍嗎 沒有他選擇 嗯 這也是隨機抽一張也可以 造物好強喔 造物就是各種造物都算是隨機殺啊 對啊 哇這裡來了一個後手的胡晶體 算是還蠻不錯的一件事情 這樣就不用擔心會缺牌了 好這裡再抽一張 哇 這個必抽災禍末的很像有點誇張耶 結果我們的 退禮錄的災禍末的很像死都沒有出現 這裡就是人家人先踢頭 然後暫時用奇力也擋一下 因為下面其實手牌都偏大 那兩張的災禍模式再給他開起來之後 看能不能抽到正義暴君主攻他的牌褲 應該是很多很多無費以上 歐克羅薩斯跟巴哈 好這裡 這裡要雙倍的壺嗎 那是雙倍壺欸 這要直接 就是在打一個持久戰的打算了啦 我就是覺得他應該要去撐到就是 八費的時候去拍那個 可以丟牌的那一張 然後等等就可以看到互相丟牌了 這樣巴哈可以少掉一隻 然後克里薩斯結晶在 沒錯 巴哈笑牌好過分喔 而且他這裡還可以偷PP 奇力也加上巴哈機咒繼續偷PP 他巴哈是會提前跳了喔 然後再加上中焉之地 哇 這個鬼打這個配牌非常的精妙阿 他這個克羅薩斯 克羅薩斯 也給他拍下去 可是我剛剛覺得 如果下拉之地也是蠻不錯的 上面的護符是啥 那個是神話戰劍可以去消對面的護符 隨地是一個從者消失阿 他想要消對方的護嗎 對阿 是不是不喜歡 看真的有什麼東西拍了就可以消什麼東西 然後這裡奇力也下來 有要搭配到傑蒂斯嗎 直接破壞一個了 這裡是要盡可能把牌給消耗掉 因為他每一回就固定抽兩張 對他還抽超多牌 抽超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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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九張了 他應該是不用怕就是對面丟牌了 有哈斯耶 這裡奇力也來又在抽奇力也 又要再 又要再那個抽PP了 然後這裡又偷了一下PP 然後哈斯可以隨機的去減三美尼QT 哈斯 那這裡 能哈到他想要哈的嗎 後面他直接做一個保守解 又要抽奇力也 奇力也再抽 巴哈又抽進來 哇他這個很賽耶 看我都真的從著抽就抽到巴哈進來 這裡可能要考慮打神話戰劍喔 然後他想要文解 所以要打出槍難辯駁者 應該是會交到克羅薩斯 不然的話真的出現也是蠻麻煩的 而且這裡的話 不現在拍的話 之後可能就比較沒有這個機會了 他的牌真的爆大多了 然後我們這裡可以通打巴哈 哇靠 他是不是快要可 哇有出一種巴哈耶 巴哈出巴哈耶 他超賽耶 他這裡是不是 他真的是靠賽超賽 真的他是不是已經可以跳八 是戰軍的那個方圍 是49嗎 是49嗎 是49對不對 對 剛好差了1 下一回就要跳巴哈了 可是跳巴哈可能沒有什麼用耶 如果對方有那種可以增加 對方也是抽到了巴哈 巴哈抽這邊 也是這邊砸一波之後 強到千半練不準 其實暫時洗一下 然後又來另外的神話戰劍 哇 他一直抽技巧三者 對他一直抽技巧三者 交換手其實有點衰 真的可以看出來 雙方玩家的這個抽運了 反正他可以跳啦 他還可以讓對方丟牌耶 去看他想不想讓對方丟牌 然後這裡有混沌暗息 砸一下 黃子對面也跳巴哈 先塞一下 讓更多的劍在裡面 那這裡 我們正義暴君也進來了 巴哈姆特下來 對方是巴哈手上沒有巴哈耶 那天他有可能沒有巴哈耶 那對面也是直接選擇 我以前前天井直接做一個反彩的動作 那他最後四張牌如果有災禍MOD 他就有機會救喔 可是這邊正義暴君那麼多 那這裡一張正義暴君先下來 暫時搶一下這個場面 我在想他要不要再壓一張 衛星侵略體 然後如果理想的話 右手抽一張的災禍MOD 就可以回來了 沒有 哇 他最後的四張牌 不知道這邊銷到了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得救 如果他有災禍MOD 就還有機會 再讓他氣兩張牌 只能是讓對方氣兩張牌 本書無言貴耶 對 這裡可以打完頭之後 直接考慮打一張衛星侵略體 是有機會靠場壓把對面給弄死的 這邊看要不要考慮一下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最後的一費 減傷看要不要拍了 看他 不拍也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那張抽牌很像 沒有很理想嗎 沒有他會塞牌 那還行 對 對 是石頭 是石頭 我這裡世界跳出來 但是世界攻擊就是有點自殺的概念 哇這右手的UR 在尋規在重一張 為什麼可以這樣 太猛了這個真意暴君 它還是得轟吧 要轟嗎 可以不要轟嗎 這裡他選擇放著八 第三隻連續三隻的八 可是這個結果就八點傷害了 對 這裡可以打偷 沒有 他解掉了 魚丸會解齁 這裡的話怎麼辦 場面有點大 看起來很像 第三張衛星侵略體 還是得要衛星侵略體 幸好他三張衛星侵略體都在 我跳針 又或者就是他要賭虛數 然後先解一隻就好 他奧丁直接插對面的壺 然後這裡要直接用扛的扛住 哇 他這裡丟了一個解析 然後吉池打頭了嗎 可是他一定要怎麼斬 他還沒有下一個吉池牌 對面的壺被爆掉 知道我還你一個壺 這家要怎麼斬 他七血要怎麼斬 他就是看他的右手還沒有一張吉池吧 我現在 這裡的話他又塞了更多的一階侵略者進去了 而且魚丸會打4欸 魚丸的話額外打傷害 打3 他有那個 他有昏暗息 可是他不能馬上一直抽一直抽 他每次都只能抽一張 這樣也會有點危險 喔 又來了另外一張的人造體 啊 聲音爆金開始跳了 哇 聲音爆金開始跳了 我覺得這個有點危險了 因為他可以加血了 這張重把咒絕拉出了什麼 拉姿力 可以抽一張一費的 法術混沌愛惜 這可以救了 哇 剛好撿不掉嗎 還是他有必殺 忘記了 沒有啊 喔呦 差1 喔等等 幻境 粉碎者 喔等等 這裡有辦法 及時嗎 他可以世界 再洗混沌愛惜欸 我覺得他可能要考慮 打神話戰劍然後打頭 神話戰劍 因為這個東西太麻煩了 又或者就是直接 可是他現在手上 一定有幻境粉碎者 不然就是要直接打世界 然後開始狂抽猛抽 然後要把這什麼混沌暗器 全部都洗進去 走到一回合拼心靈 然後直接隨機打頭 對 死人這樣做了 然後這裡我覺得 技巧傷手是可以考慮下的 因為 你一點傷害也是一點瞎害 然後對方如果是 預設要拍幻境粉碎者 或是跳報局的話 他也送不掉 他場面是有卡住的風險的 他現在還進粉碎 對 可是他還只剩13血了 那這裡選擇再打頭 再打頭 他也只剩17血了 那這裡可能要拍幻境粉碎者嗎 還是要猶豫一下 他最後還是決定要給他拍出去了 那是一個盾 不會 他這邊是靠直傷贏的 對 這裡就是相信混沌暗息 世界跟混沌暗息的combo了 但是 哇 他剛剛其實上一回沒有抽 有點小可惜 因為解析現在變成說他不能幫他過牌了 所以他不能打夠多的混沌暗息 這邊 這邊 這邊就只能 再戳 再戳 然後石頭要砸了嗎 還是要相信解析 這個砸得不錯 這裡解析就下去 OK 又來了一張混沌暗息 又來一張混沌暗息 這裡混沌暗息 再洗回去 哇他零 他有一張零了 對 這裡換進粉碎者 最後有機會拿到 他想要拿的東西嗎 那一張 他有回血欸 他這樣就可以回血了 我這裡有一張神聖的創造物 但是他的趨勢物體 直接完美的幫他扛住了 可是他那只能打3啊 這裡他能贏的可能就是 這三張的心恩全部都打頭 不他有可能會有4張的心恩 4張的心恩全部要有3張打頭 對吧 每張心恩是打4點的吧 可是他一定會打頭 4張心恩一定會打頭啊 他一定會打頭10倍了 喔 喔 反殺 4張4倍心恩喔 反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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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他把壓縮排庫欸 沒想到我們摘貨沒有贏 4倍心 4倍心 耶 好強喔 這真的很強 哇看似 摘貨起手兩張 然後最後居然就是摘貨打不進去 只是一個敘述物體情 成為一個關鍵 對阿 敘述物體讓他可以把場面不疊他 對阿 做不了 4張 4張 5倍心 4張 4張 5倍心 4張 5倍心 4張 6倍心 感谢观看